雞仔麥一直陪伴我們成長 一個由1953年創立的香港服裝本牌 到現在已經傳承去到第四代 今年一直開拓新形象和發展 今次首次設置展覽館 讓大家重新發現品牌的故事 其實今次的展覽活動是因為 我們很想告訴別人 雞仔麥的內涵是甚麼 我相信大家一聽到雞仔麥 只想到保暖內衣和藥毛底衣 所以我們想這展覽 可以帶給別人聽環保的概念 Buy Let's Buy Better 還有最重要的是我們雞仔麥 真的不是只有保暖內衣 其實有面衣和科技的內涵 最好的級家人 其實我們做了這麼久的理念 都是這個理念 我們也有一個很交流的小活動區 可以讓大家感受到 一個人與人關係的情 第二層的活動區 是關於你我她的故事 有時人和衣服是很有趣的 你每一天穿 不過你未必去想 不過其實一件衣服 是某某人送給你 或者某一個場合你穿 其實每件衣服都有自己的意義 希望在這裡可以讓別人去想一想 再寫給我們分享 因為有些人都會問 其實雞仔麥是保暖 為何夏天做呢 一想起就結辣辣 正正告訴大家 我們除了保暖系列 其實我們有一年四季都適合的 面質系列和木袋系列 其實這三幅畫 我們下面有一個材料櫃 因為你參觀完之後 就可以對應到 我們藍色這個花花 就是等於我們的棉花 而中間那棵好像很多樹枝 那棵就是木袋椅 再我手邊那個 就是我們羊毛的纖維 這三個就是代表了 我們三個洞系列 都希望帶給新的一代 看到其實我們雞仔麥 不只是故步自封 我們都會跟著這個潮流走 這就是我們 會有很多ати 成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